臺灣共同團 最新消息趕快帶大家來看 剛才講到張顯耀案 現在整個案子 入委會是移送調查局的 那麼調查局長汪中英 今天也帶來到了入委會 開始進行相關的搜證 到底要來查什麼呢 他說查到底有沒有設計不法 說的也蠻寬的 我們來看看汪中英到底怎麼說 張顯耀案 入委會已經跟我們聯絡 那麼就未來 刑事調查的部分有沒有設計不法 所以全案移送到 調查局來處理 我們以後啊就就目前的這個 資料做交叉比對 那麼需要深入查證跟蒐證 我們會繼續的蒐證 那麼去看看就是說 所稱的這個 涉案的情節是不是具體 是不是有涉及到違法 案件係數二審還是一審 目前沒有結論 因為還沒有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才是看症 要掌握到是所謂的檢舉資料 檢舉資料現在剛才 這個汪中英局長有說到要交叉的比對 重點剛剛理解到底有沒有設計不法 而且是不是在刑事上面的不法 那這樣的調查到底是該 先調查再來處理 張顯耀還是現在把張顯耀 處理到旁邊去之後引發大反彈 調查也同步再進行 所以邱毅老師這樣的做法 它的先後順序的引發的這個風波 恐怕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問題處理這件事情我說過 它不是只涉及到 台灣內部的問題 還涉及到兩岸之間的問題 甚至還可能出現了所謂的 第三者像美國這方面的因素 所以當然在處理上 就非常的敏感而棘手 而且它一定不是只有一個事件 它是眾多事件累積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才會使得國安單位的高層 覺得非動彰顯耀不可 所以在過程裡面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在前一段時間 不是開兩岸經合會嗎 在兩岸經合會 其實我在當天的上午 我就得到了訊息說 大陸要送台灣一個大禮 這是大陸方面透露的信息 要送台灣一個大禮 也就是說福茂現在被擱置 但是福茂裡面的金融的部分 再不登陸的話 台灣的金融 保險 期貨 證券 已經沒有機會在大陸市場 跟這些國外的業者來競爭了 所以必須趕快讓他們登陸 尤其整個的海溪特區跟平潭 又有兩個銀行的牌已經下來了 準備跟台商合資的 所以要送台灣一個大禮 就是說你只要台灣提出來 台灣提出來說金融 金融業的部分跟福茂協議脫鉤 讓金融業先過 那這時候台灣的金融業 就會登陸了 那金融是經濟的血脈 血液嘛 所以對於台灣的經濟 當然非常的好 可是呢 基本上是雙方一定都事前有默契 談好了 大會提算詞行禮如宜 就通過了 可是 在當天的我們的主團代表 卻沒有把這個最重要的議案 在兩岸金融會裡提出來 所以他就 你沒有提啊 大陸要送你也無法送啊 因為你沒有叫我送啊 那我如何送呢 所以這個案子就被擱置了 這使得 其實對台灣的經濟是有影響的 我不知道說 是不是因為 這件事情一個導火線 那至於 所謂的 所謂的張志軍在高雄被剖欺 因為張小雄事實上很強烈的 一直表示說幾點 第一個 他提到說張志軍什麼 腳發軟 腿發軟 那這個其實很 很不對的一個發言 因為這個發言很明顯的 會使得 張志軍是大陸的 傾差大臣嘛 是大陸的談判代表嘛 對不對 那你接受人家腳軟 那顯然是 會破壞兩岸的關係 那另外呢 他又一直把說被剖欺 是因為 本來要在另外一個地點 是安全的 那 王玉琦一定要在西子 西子灣的會所 才被剖欺 那這時候 當然也造成了 等於把責任 推到王玉琦的身上 所以 種種的因素 累積出來的 迫使就是說 國安單位跟陸委會 或者 或者卓榮府 他覺得非動不可 非動不可 再不動 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這兩件事都不是泄密 我覺得 這兩件都不是泄密 你可以叫他走 如果8月5號 這次兩岸金合會 有這麼重要的一個 關於金融的登陸的問題 他沒有談的話 他是主談者 他不談這個部分恐怕 把國安高層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如果說很簡單 如果說王玉琦 把他找來說 我們已經同意 我們命令你去提出來 你為什麼不提 那他就走了 沒有錯 你就走了 你就不會有後續這些事情 就是違反命令 對 你違反命令 這個是死罪 你就是該走了 這已經不是別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 如果是你跟王玉琦不合 就直接聊天啊 我跟你不合 賣又走 他也是 你在官場上 我就是 他不喜歡你就走了 我相信他沒有話講 他是做官的人 他不會有 他頂多不高興 出來抱怨兩句沒了 可是從頭到尾就不是這麼回事 而且你看陸委會的發言 陸委會剛開始說是他母親 然後後來被記者質問說 我是為了保護他 所以第一個陸委會 因為這個事情而說謊 不誠實的這樣 這個事情本身陸委會 撇開張賢耀來講 陸委會做一個公 國家的機關 你怎麼可以因為這樣 你就前後兩套說詞 無法取信於迷茫 第二個事情是 你既然要指控他 不要講到泄密 你光是說他是 工作上的疑點這個事情 我如果是張賢耀 我跟你拚到底 你可以叫我走 你可以暗示我走 我怎麼樣走 我也不會確定你的干官位 你跟我講 工作上的疑點 我這一生 你這是政治上的硫酸 我破下去 我從此這一生 我在台灣 我在大陸 我都不要混了 我什麼事情都不要做了 所以這個事情 除非我覺得 我的評論是說 你除非最後證實他 張賢耀是間諜 不然的話 這個事情我覺得馬英九 對從此以後 誰敢去做你的官 不過我想這裡頭 是不是張賢耀有一些 讓大家沒有 特別是官高層 沒有辦法控制的一個部分 如果像剛剛邱玉老師分析 他可能是累積下來的 累積到最後真的是 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 導致現在 非得逼他一定要走 這當然是一個可以 大家未來可以再來 觀察到底怎麼回事 我請教郭委員 好 所以說現在講到 有人認為調查局 應該講說 日委會這邊 國安高層人太over 但有人認為說 張賢耀你自己也不是沒有問題 他當過立委 你跟他熟嗎 我跟他熟 他什麼樣的形式風格 其實邱玉剛剛講的很準確 怎樣 他對自己 他事實上是蠻嚴謹的人 我認為他絕對不會是說 犯錯然後自己都知道 還硬要這樣犯錯 不是這種人 然後對他的事業也非常在乎 所以他絕對不是看短線 說我現在拿個紅包賺一點錢 不是這樣 他為他的兩岸的佈局 他看蠻遠的 他是真的想做點事 所以我就說第一時間 我就認為利益迴避一定是假的 什麼緋聞 這也都不是重點 不過邱玉剛剛講的那兩個 都是工作不利 那不叫工作疑點 那不是泄密 因為你如果說是他工作不利 說這個對我們好康 你怎麼沒有爭取 對不對 或者說你張志軍怎麼發言成這樣 這個都叫不利 那你可以說他不稱職 那不稱職我就換人 他就沒話講 這個就有點像 那可是你如果說是疑點 而且陸委會吳美紅還出來講 我相信吳美紅那個 一定是上面交代的 當然上面交代他要這麼說 那上面你認為我們的國安會 會亂搞到這個地步 我也不相信 所以我認為一定有所本 有所本就是說 一定是他有一些行為 國安高層覺得那個叫泄密 那張顯耀不認為是這樣 那這個就牽涉到我們所講的 比如說是授權的範圍 比如說陳榮傑跟黃軍會 以前海陸大戰的時候 黃軍會就氣說陳榮傑 你怎麼可以講那種話 那這個就是你超出你的授權範圍 那這有兩種東西 一個就是說 我這次就只要談這個 那你怎麼還跟他談 下一次的東西 這是一種 那搞不好他在談 下一次的東西 他還透露了部分的訊息 那這個對某些人來講 就是泄密 所以這個認知上 可能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如果認知上很大落差 明顯那還要怎麼辦下去 如果國安高層覺得 你這就叫泄密 那現在顯然 張顯耀應該是不會 接受國安高層的指控 所以他現在還在上電視 他也要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怎麼樣 這個沒有一槍斃命的東西 出來的話 後面的風波恐怕很難善導 你就有具體證據 如果他真的是 把公文交給對方 這就是泄密 然後被錄音 你就有一槍斃命的東西出來 那我想補充一下說 張顯耀部分 因為我們採訪他也那麼久 從2002年 親民黨成立到現在 他在政策會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工作狂 所以到最後才 他家庭才出問題 他真的是全心全力投入工作 而且宋楚瑜交代他 使命避他 而且他這個有缺點 他脾氣真的非常的暴躁 他還會經常在辦公室 標他的部署 他在立委的時候 他辦公室的助理 都待不過半年 甚至他在政策會的時候 他兇到就摔手機 手機摔到碎掉啊 隔天又用交代 採一採就繼續用 所以他真的就是 為了工作就是 就是這樣 可是他個性 到底有沒有問題呢 像親民黨 有些之前的立委 在形容他說 有人在講說雙面諜 那張顯耀是四面諜 就是說他的關係 是很複雜的 就是說他其實 跟各方的關係 其實都錯綜複雜 所以他擔任兩岸首席 談判代表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部分的個性 導致會有泄密的爭議 這部分簡單要去查清楚 可是我想講的是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你當初如果真的覺得 張顯耀有問題的話 你就讓他接入委會主委 就好了嘛 那你讓他海陸合一 今年二月 還要讓他接海基會的秘書長 從來沒有海陸合一 那你想當初要用他 那你就要做好你的所有的調查 結果今天出問題 要怪誰 其實馬政府的用人不當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其實剛剛明天點到 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其實海陸合一 第一人就是張顯耀 所以我們今年二月看到 他又接到海基會去 大家覺得不得了 那他已經備受重用 所以七位老師 你也很認識張顯耀 他說他非常看重 他自己的人生規劃等等 那我們就要問到說 他是為自己規劃 是為國家規劃 那這裡頭 他也不是沒有瑕疵過 但是他又被馬金重用 這應該怎麼去看 這個如果位高權重的人 都會很欣賞張顯耀 因為他是個幹才 他使命必達 而且非常的積極 口風又很緊 那基本上對於 位高權重的那一個人 他又非常的 非常的恭敬 所以通常在上位人 都喜歡這種人 好用 所以張顯耀基本上 他年紀其實年紀不大 他是1963 1963的很年輕的 那一進了親民黨 很多親民黨裡面的委員 第一眼看到張顯耀的時候 他已經是政策中心的主任了 已經是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那個位置了 所以基本上 宋楚瑜當時是很喜歡張顯耀的 可是在後來宋楚瑜 不知道一二年要選總統嗎 那時候張顯耀等於是 處在馬宋之間 在進行所謂的 國親協調 最關鍵最靈魂的人物 但是那個時候 基本上 在親民黨裡面 例如說有某些 現在還在上電視的 像劉文雄他們 他們就覺得張顯耀倒下 已經倒下馬英九 但是馬英九這邊的人呢 也有對張顯耀很反感的 例如說現在位高權重的曾永平 他就提到 張顯耀是 完全是拿著馬的資源去討好宋的 所以兩邊對他其實是 都有人 都有重要的人 對張顯耀提出質疑 那就回到民憲的問題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馬英九還是重用他 還是讓他去做這個 這個陸委會的政務副主委 然後又升到特任副主委 然後最後再把 海基為了這個重要的權利 最重要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三個職位合餘一聲給他 那當然代表 馬英九對他是信任備至 金補充給信任他 才會讓他負責這麼重要的位置 而且剛剛才開完兩岸經合會 兩岸經合會不是等閒 他是兩岸之間被太陽花學運以後 兩岸的工作小組停頓了以後 重新再進入協商的第一次 那還是張顯耀剛剛 那你當然代表你信任他 信任他 信任他又不給他授權 以至於我才講說 這一次其實嚴格來說 在張顯耀認知 他認為這是個談判策略的運用 但是高層可能認為這個叫泄密 所以今天有認知上的差距 才引起今天這一場所謂人事異動的風暴 那如果只是認知上的差異的人事風暴出來 但要搞得這麼難看 之前這也不容易 對 兩岸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 我覺得馬總統 馬總統實在是手段高強 他可以把一件 這個假設 假設說我們 我們身為他的主管 身為他的長官 我們覺得這個人 辜負了我對他如此的重用 可以說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人 有身兼三個這麼重要的職務 而且你還是本來是送的人 然後我這麼重用你 然後你竟然這樣 那我要怎麼樣收拾你 我也是慢慢的不動聲色的 我就讓你走 然後一定要跟你談到 好不會弄得這樣子 翻攪一層湯鍋 弄得這樣子的政治手腕 第一個是這是萬萬不行的 更何況剛剛委員講到 兩岸的關係是如此敏感 也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對岸的學者 對岸的官員 看到我們會用四個字 不忍阻賭 就是你對岸 就是台灣來跟我談判的 這麼重要的一個人 你把他搞得雞飛狗跳 滿天都是羽毛 背來背去 照來照去 你到底在做什麼呢 然後再來一個 就是海陸分工 當初陸委會他的職長 跟海際會的職長 其實是有點不同的 那為什麼海際會要民間組織 當時他有他不得不然 那你把它合而為一之後 又其中 你不用三個人去做 你要用三個職位 要一個人去做 可見你認為說 要一個人去做 這三個位置 才能夠更好的發揮這個功能 也同時認為 你認為說 張賢要值得你這麼大的信任 那請問 從二月到現在才八月 這六個月 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嗎 第二個 金和會也不過才剛剛發生 金和會你還給他為以重任 那金和會到現在又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我又想到另外有一個 其實馬總統曾經為以重任的人 可是在一夕之間 對他氣之若必喜 那個人叫做肖萬常 記不記得剛開始博敖 博敖會議的時候 他是如何被重用 可是呢 你就看到 王玉琦就跟在旁邊這樣搖耳朵 臨場執政 可是後來突然回來之後 從此你沒有看到 蕭萬常在兩岸之間有什麼角色 那請問 對 蕭萬常犯了什麼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張淺耀跟蕭萬常之間 真正的故事我們還不知道 可是我們顯然看他的個性上的不同 是說蕭萬常知道說閉嘴 好我是不是哪裡惹你不高興的 然後好我閉嘴 所以後面就沒有了 那張淺耀就 我沒有做錯啊 我不閉嘴啊 然後都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 越丟越難看 可是 身為國家的領導人 有很多分寸 你是不能夠去 那個紅線是不能過 我今天不要 我不是在指責張淺耀 而是我在指責張淺耀的長官 為什麼 陸委會當你出來 剛開始講說是母親的重病 後來變成說工作疑點的時候 我認為 這就是國家的工作上真正的紅線 你如果沒有後續這個的話 這個事情一天就過去了 那兩岸的敏感的關係 大家只是一陣驚訝說 這個人怎麼 就這樣因為家庭因素就過去了 然後張淺耀出來跳跳 他也沒講什麼 他只是說 我是被告知要去職的 那兩下就罷手了嘛 大家就好來好去 然後你慢慢去 進行你的調查 如果卻有實據 你起訴張淺耀 你將來你把他自己怎麼樣中罪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你都還沒有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已經雞飛狗跳像這樣了 不過之前 我回應 沒有人能夠證明什麼都沒有 我簡單回應一下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的時候 我簡單回應一下 沒有錯 所以你講的沒錯 就是說張淺耀講說 是長官叫我走 那陸委會就不要講話就好了 就好 就緊了 為什麼沒有聽 這表示國安高層很生氣 很怒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 你明明知道是什麼事 一定是這樣 我跟你講 不然不可能會 叫吳美紅出來開記者會 所以我覺得國安高層一定是說 你明明就知道是哪一件事 你還這樣說 一定有這個東西 張淺耀說我明明不知道 張淺耀說 因為我曉得哪一件事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們怎麼說老闆你怎麼辦 因為馬英九一直喜歡那一種 他交代任務的時候 那個眼神看著他成皇成皇 然後又非常專注的那種人 張淺耀就抓到各中三妹 所以宋楚瑜也吃到這一套 馬英九也吃到這一套 所以弄來弄去就是 台灣在國民黨的長期的 官場文化裡面 這些領導人 就這不得心有什麼辦法 一開始看都覺得這個是 可堪造就制裁也找對了人 但顯然現在發現又不對 不是找對人 那六月我們知道才六個月 二月份才三合一 在張淺耀身上才海陸三合一 但現在顯然半年過後發現 所取飛人所託飛人嗎 不過我要請教明顯 兩份這個張淺耀發出來的 手機的簡訊 他不是用他自己的手機發出來的 第一封是用他自己手機 第二封就不是 透過朋友 他以前的親民黨的同事 我們說這一頭的操作 為什麼需要這個樣子來做操作 那如果他到現在還不知道 自己為什麼被調查 還是說他認為被調查 事情一點都不重要 那顯然在這裡的落差 大到一個不行的話 他不走人也不行了 是啊所以上禮拜 王玉琦是有告知說張淺耀你先去職 然後你有一件事情要被調查 可是張淺耀跟記者講說 他沒有任何事情也沒有被告知說要被調查 所以兩邊認知確實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張淺耀本身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這幾天也有跟幕僚討論 其實他包括跟以前親民黨的一些同事 其實都有在聯繫 一開始大家建議說他出來講清楚 然後他還考慮說要接受媒體專訪 到底是要平面專訪還是第二台專訪 結果他決定接受一台第二台專訪 讓大家要反擊 那這個做法其實就是兩敗俱傷 那他這樣以後民黨政府不可能會用他 那之後你不管說國民黨有沒有繼續執政 國民黨政府也哪敢用他 那這樣他違反職場倫理 如果像潘世偉以前 剛下台 勞動部長剛下台的時候 他反擊行政院 斧願逼他下台太過粗糙 那張淺耀這手法也是真的很粗糙 你這樣反擊自己的長官 那你這樣也違反官場倫理 你是讓政府整得更難堪 所以這是兩敗俱傷的一個玩法 當然很糟糕是說 為什麼這官員們選擇最後是兩敗俱傷 是覺得自己走的真的是非常的冤枉 還是在這裡不願意承認有這樣的過失 所以說如果沒有一刀斃滅東西出來的話 其實這個問題恐怕風波還會繼續 那張寫要接受專訪 晚上才會播出 接下來還有的喬 我們休息片刻帶我回來 帶你看看這幾天 在國內政治商界非常非常夯的 一個潑冰水的遊戲 這樣的活動說是個公益活動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的角度來看它 看熱鬧而已嗎 當然不是喔 待會回來